现在只要一提起泰国 大概许多没去过的泰国的朋友都会面露雀色 甚至必而远之 今天我们不讨论泰国的安全性 反而近期我又发现一个有趣的资料 发现现在还有一批中国人 还非要挤破脑袋挤进泰国 他们就是陪赌妈妈 肯定有人调侃 还把孩子带过去不怕危险吗 还真不怕 在我回访过的华人家庭中 基本90%的陪赌妈妈都表示 不担心安全问题 反而觉得这里比较安全一居 才带孩子到这边的 据专业研究国际教育市场的 教育咨询公司ISC Research调查 在过去五年里 泰国国际学校中华人学生的入学率 从2.1%上升到3.2% 不少学校多了很多中国小孩的面孔 此外 近两年泰媒就在频繁报道 清迈的国际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暴涨 多个年龄段的中国学生增长率高达200% 某些学校的华人学生 更是占总人数的40% 从6岁到16岁的华人学生 更是逐年暴增 尽管在疫情肆虐的21-22年 依旧有不少家长不畏艰辛的带孩子到泰国定居上学 甚至在这里买房 因此这两年泰国国际学校旁的楼盘也不缺中国人的身影 甚至出现了开放商和国际学校合作推出的房产专案 近期泰国Cone Estate开发商就和运营亚洲哈罗国际学校的 Asia International School Limitat Io 共同推出了一处豪华住宅项目 这些项目就算不靠近地 天铁 只要能给孩子提供比较好的教育氛围和条件 方便上下学 许多陪读家庭也会为此买单 据房产商透露 很多业主都是中产家庭 甚至在泰国经商的高净值家庭 也因此能承担国际学校的学费 泰国留学 吸引力到底有多大 到底是什么 戳中了中国妈妈们的痛点 一句话总结 便宜又好 如果说泰国国际学校的低学费是养点 那么它出色的升学率就是痛点 单纯便宜 还不足满足中国妈妈望子成龙的雄土伪劣 更重要的还得是升学率 因为90%家庭只是把泰国当作是跳板 欧美名校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地 拿不到好的教育资源 再便宜也是浮云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泰国国际学校在学费和升学率 这两点上的优势 首先 外籍人士到泰国 一般只能就读国际学校 而国际学校以英美制教育为主 学费较贵 国内国际学校门槛更高 对父母的国籍还有要求 所以在学费和身份上 就拦下了大部分人 但泰国既没有国籍身份要求 学费也比国内国际学校便宜三分之一 甚至二分之一 就算在国际学校最密集的曼谷 约90家 第一梯队的国际学校学费 仅需12到20万人民币每年 第二梯队 10到12万人民币每年 第三梯队 10万人民币每年 拿第一梯队的国际学校来对比 英国九大公校的曼谷哈洛国际学校 今年公式的学费如下图 一到五年级学费 每年为753,900泰铢 约合人民币15.3万 而上海哈洛国际学校 同阶段的学费 则在30万人民币以上 没错 足足贵了一倍 除了一些全球文明的国际学校外 曼谷也有很多本土名校 例如帕塔纳国际学校 Bangkok Protonis School 在升学率上也表现出色 但小学阶段 一到二年级的学费 也仅需669,900泰铢 约合人民币13.6万 最重要的是 泰国国际学校的国际化氛围更浓厚 学生国籍非常多元 孩子能够真正地接触到 不同国家的文化和语言 认识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 这不仅对开阔视野 还是锻炼口语都十分有帮助 如果你选择亲迈 那么学费会更低一个维度 以亲迈最著名的普林国际学校为例 2023到2024学年 grade 2到3 每年43万4800泰铢 约合人民币8.7万 另外 2到3万人民币每年学费 在亲迈也能够找到合适的国际学校 因此也导致了近年来 非常多中国家庭会优先选择亲迈 甚至一个班有一半的中国学生 至于升学率 部分国际学校会供毕业生的去向 从中可以看出 这所学校的实力 从今年供的毕业生去向来看 曼谷第一梯队的国际学校 表现都十分出色 以帕塔纳国际学校 在今年近200份的offer来看 95%以上都是QS前200的大学 80%以上是QS前100 其中不乏剑桥 牛津 帝国理工 伦敦大学 加州伯克利等顶尖藤校 就算是刚建校不久的 Rugby国际学校 站列为第二梯队 在今年供的毕业生去向中 也有两份剑桥offer 九份伦敦大学学院offer 像悉尼大学 爱丁堡大学 曼彻斯特大学等名校offer 也是各30份以上 整体升学品质非常高 差一点的第三梯队 像威欧国际学校 进入芝加哥大学 墨尔本大学 多伦多大学 东京大学 UBC等级别的大学offer也是多数 进入QS前200名大学的学生 也是占大多数 也就是说 不管是第几梯队 泰国整体国际学校的 教育品质和水准都比较出色 学生靠近顶尖大学的 可能性较大 这也是为什么 中国陪读妈妈挤破头 也要带孩子来留学的原因 当然 选择固然重要 但学生自身的努力 也不能忽视 来到泰国 选对国际学校是第一步 好的国际学校 只是懂得如何用更好的方法 和方式去培养孩子 但自身修行 还得看孩子和家长 不要想着来到泰国 就不用卷了 那只不过是换种方式 培养孩子 说白了 来泰国 只是为了利用地理套利 用更少的钱 换取更好的教育资源 但教育这件事情 从来没有变得更容易 这是一件漫长 且需要细细规划的事情 如果你也想一句泰国 花更少的钱 给孩子谋划 更具国际化的教育环境和条件 那么我想你是时候 该好好做做功课了 欢迎关注泰国投资小圈子 每天都有新知识 欢迎关注泰国投资小圈子 未经营养一项 开讨栏国投资小圈子 未经营养一项